大家好,三尼哥,大家好,午安 大家好,我們是阿美與盟蝶 那今天很特別,我們剛好就是有剛才講的這個時間 我們就想跟大家分享公民協作如何廣為文化以阿美與盟蝶為例 那阿美與盟蝶很特別是我們這個團隊 對,大家都以為是都是阿美族 但其實我們團隊裡面只有一個阿美族 然後唯一的阿美族是不會講阿美里的阿美族 我們很有趣是從國家語言法開始之後呢 我們每一次的短講,然後每一次的提案跟每一次的報告 我們都會以阿美語來跟大家做報告 所以免不為例的我們這一次我們也會用 就是阿美語為主要的報告的語言 那我先講一下,這是我們每一次的開頭 就是阿美語為主要的阿美與盟蝶 就是大家好,我們是阿美語盟蝶團隊 那今天會先從動機跟盟蝶介紹 還有關於阿美族 再來就是我們盟蝶未來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然後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們的動機為什麼會有阿美語盟蝶的發生呢 事情是這樣的 在2011年的時候 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詞典裡面 開始漢語的詞條 以百分式的條列 所以讓大家學習俗語,了解俗語 用俗語拼音,然後附用法範例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大家都很開心的是 原住民終於有俗語線上詞典了 但是在2011年的時候其實是沒有阿美語的 那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阿美族是台灣原住民最大的 人數最大的族群 但是在那個時候的原住民族 線上詞典裡面是沒有阿美語的 因為這個契機 因為這個原因 讓喵斯基覺得說很奇怪 因為我們阿美族是最多文化紀錄的 以民族來講是最多文化紀錄的 所以那個時候他想到我們 就是方明英傳教師手上有一份 紙本的詞典 所以他就想說先把方明英的詞典 做成那個數位化之後 希望我們可以做一個蒙典 這就是那個阿美語蒙典 剛開始的契機 那這是方明英的字典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是很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如果要用人工批影的話 其實一個人的工作是會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會非常非常的難打 然後後來呢 我們在第十次的資料科學院的客送裡面 掃描了紙本十點 一共四百四十九頁 然後呢 請工程師幫我們切成橫條 切成一四六八一列 然後初步的用機器文字辨識 然後再加上那個Luffin 那個時候的Luffin 剛 我們其實在剛全匯合馬拼音 然後用足語的數學系統交對 然後喵司機再建構那個下面OR7名單 然後後來就是我們有做一個WAM網站 然後請大家就是來對這個資料 然後幫我們key in 然後key in完之後幫我們送出 送出之後呢 再把這些資料回復到我們後端的data 然後讓那時候是喵司機跟Luffin來交對 就是我們的那個key in的資料起不起 然後對不對 然後之後 到了這個時候就是小謝也開始參與了 然後這一次的ORC很恐怖的是 在五十三個小時之內完成了就是電視 然後這時候是非常感謝就是 因為剛好那時候是否參 三一八學運 所以其實大家就是很熱烈的在幫忙 就是想要讓這個原住民有一個 就是關於自己真正的公民寫作的數位詞點 在那個資料統整之後呢 我們的線上位了跟線上的資料庫就上線了 然後我們還有虛勢我們的logo都是自己設計 然後再請子龍幫我們去做美化 所以我們的阿美與龍點 所有的東西都是靠大家的公民寫作做出來的 然後後來 後來Miao17號去申請那個LINE的機器人 但是後來不好用 因為那個機器人後來就是死掉了 因為那時候是LINE上面裡面有很多限制 然後造成許多使用者不便 所以後來我們就放棄用LINE的方式 就是讓大家來使用阿美與龍點 然後現在就是只有那個線上的Online Dictionary 然後 目前就是Android的系統是可以用的 但是蘋果的系統有一點問題 然後這方面就是小謝跟Miao17目前在處理中 然後在字典裡面 我們決定改善的項目是中文搜尋 然後還有我們字整理與字典更新 因為阿美與一般的漢語是非常不一樣的 我們是有一個單字 然後加上前綴、後綴或中綴 所以如果大家打一個關鍵字的話 會把所有跟那個字相關的詞條全部都列出來 然後有時候會造成使用者不知道要打什麼字 然後或者是說打出來的字 找到的字是他們不是最關鍵的字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我們還在跟老師討論說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 然後讓那個中文索引的方便性是更適合出學者 而不是說要懂阿美與或是已經學會阿美與的人才能用 那文件整理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手上除了方明英跟蔡宗蘭老師的字典之外 現在手上還有一部是那個拍赤光石部的字典 然後他比較麻煩是因為他是阿美與跟法語 所以我們希望是有農發語的人可以幫忙我們做這樣對 那在沒有詞彙統一下我們要怎麼做出中文搜尋呢 就只能邀請大家然後幫我們位置按下中文關鍵字 那目前還在進行的就是蔡宗蘭字典的更新 然後重新整理HTML跟CCJS的那個資料整理 然後還有靠用心的面板設計 最重要的是阿美與法語的詞點或是製作 因為真的要懂法語跟阿美與的人很少 那如果大家有懂法語的朋友 就很歡迎他們來跟我們一起合作 因為我們找得到阿美與的人 但是懂法語的人其實真的不多 然後這後面是想要大家會很好奇說 為什麼阿美與字典能否重要呢 因為這是第一部原住民公民協作的線上字典 那對於就是保留原住民文化來講的話 其實像照顧剛剛的字典來說是更有自主性的 那我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是沒有文字到有字典 從屍體字典到線上字典 現在是希望可以整理開發環境 然後程式化可以匯入字典內容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們其實希望可以整理不同方面別人平民 然後也其實最重要的是可以讓許多少數民族可以做保存的工作 然後讓學習可以更便利 那如果大家對阿美與語或世界男友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跟我們交流 對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